溫柴峰新年政策智庫和美商民調公司合作 以全台二十二縣市共兩萬四千兩百位有效樣本 針對二零一六總統大選進行民調 兩個主要問題包括以各政黨總統參選人 治國能力和條件 以及有效樣本書的投票傾向完成這次民調 結果顯示以治國能力來看 欺民黨受處於以百分之四十八支持度 領先民進黨蔡英文 國民黨朱立倫 而民調第二題在沒有任何前提因素下 如果隔天就是投票日 會把總統選票投給誰 民調結果則是民進黨蔡英文 以百分之四十點一八的支持度領先 國民黨朱立倫以百分之十七垫底 但由於國民黨十七號林全會才換下紅袖柱 天命朱立倫為國民黨總統參選人 民調結果恐怕只能當作參考 汪春風青年政策自乎表示 待各政黨總統參選人副手確定之後 會在十二月初再公布第二波民調 記者嘉賓露露露台北市採訪報導